嗨大家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致上十二 不對十五萬分的歉意 因為呢 我在拍的當下 我沒有發現說 我的口紅沾到我的牙齒上面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的時候 就會發現 欸為什麼我的門牙上面 有一塊紅紅的 非常不好意思 請大家忽略它 因為 我現在也沒辦法重拍了 but I hope you guys will still enjoy the video maybe ok now we can start the video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現在呢我人在Cupertino 然後我現在鎖在這個位置呢 是哪裡大家猜一下 沒錯我在Dienza College 所以我今天呢我有兩個朋友 跟我一起 這是Faye 然後這是William 然後我們要起來做一個 Dienza的Campus Tour 之前其實常收到私訊說 對於Dienza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 稍微逛一下這個校園 然後順便就是讓我重溫一下 你知道大一大二的 就是幸福時光這樣子 我現在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Dienza的地圖 像A塊就是比較多藝術啊 像美術的課 然後L塊就是Language 語言方面的課程 然後S就是Science 然後E是什麼 E是什麼 E是Everything E是OK E是Everything OK在L Everything在這裡 我們要開始嗎 對 OK 這裡呢就是我們的Book Store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AADegree的畢業服 就是跟台灣好像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然後現在因為是Final Week 所以這邊附近都沒有什麼人 但是平常呢 這邊是蠻多人的 因為很多人會就是在註冊上面 有問題就會來這裡啊 要買書 要買文具就會來Book Store啊 然後如果要找Concert的話 就從這邊往上走 Yeah 這裡呢是我們的Transfer Center 裡面就是有很多 關於要轉學的相關訊息 然後這邊有一整面的校企 所以我來找一下我們學校在哪裡 Berkeley Berkeley 欸該不會沒有吧 他在那邊 我找不到Berkeley喔 然後後面呢就是ISP Which stand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這邊呢是全新的 就我以前在Dienza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Building的一個小小的地方 你們是有多累啊 這邊很重要 因為所有跟國際學生相關的事情 都會在這邊辦理 所以例如說 你出境要簽那個i20啊 或是你對國際學生轉學有問題 也要來這邊 我好興奮喔 我好久沒有回來了 然後這邊呢是警察 他笑不掉 超讚 然後我現在呢要去 就是我以前 spend the most time at 也就是 學生會的辦公室 學生會辦公室現在長得一樣 一樣 來這裡 這個呢就是DASD 你看我記得多清楚 裡面呢其實長得差不多 就是學生自智會 啊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學生會的幾個 不一樣的 Community 有DNA Diversity and Events 然後 ES 然後Marketing Finance Admin 那我以前是DNA Diversity and Events Basically就是辦活動的人啦 每一年都會就是去 approve 我們今年學生會的budget 會卡一個就是大概好幾個小時 我們就坐下來討論說每一個Community 能夠花的錢有多少這樣 好大家好這邊呢就是我們的Media Learning Center 這個是我在Dienza上的第一堂課 就是 The very first one 這個算是Dienza還蠻新的一個building啊 裡面通常都是像一些Psychology啦 Anthropology Humanity 或是像English這種課 它雖然是Final Week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在用手機 他在玩手機 你自己發現的人在用手機喔 我們現在就在cafeteria裡面 不過現在真的是Final Week 所以裡面真的是沒有什麼人 有啦有人在看書 我看到有人在看我們 好尷尬啊 從cafeteria出來之後 這邊就是我們的Main Quad 這邊非常的有感情 因為我之前參加那個K-Pop Dance Club 所以我們每個學期都會在這邊 就是表演這樣 哇 Memory啊Memory喔 然後大廣場的右邊呢 就是我們的Library 老實說我其實非常少去裡面啦 因為他都不怎麼說 欸欸 你知道什麼 嗨大家 我們的Campus Tour 現在來個中場休息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學英文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在聽說讀寫裡面 讀跟寫其實算是一體的 你要先看懂這些單字 然後能夠把它串起來 瞭解它的含義 內化之後才能寫得出來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在Pressplay工作嘛 那我們公司其實有一個訂閱的平台 這次我們的平台部 就推出了一個全新的英文閱讀專案 這次的專案呢 是跟一個口比翼的專業講師 叫做浩爾做好做 專案裡面會拆解句子 然後講解句子裡面的結構 然後把分散開來的智慧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更快的可以知道每個文章它裡面的大意 這一次就我所知 我們平台部的同事 真的是很用心在做這個專案 他們也跟我說在宣傳期裡面會有一個優惠方案 好東西呢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你說是不是 是 所以我會把詳細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 或最近可能想要增進自己英文閱讀能力的話 都可以去下面看一下 好 那我們回去繼續campus tour吧 Let's go 然後我們現在呢 要從文科走到理科的世界了 沒錯 我的後面就是Squad 是嗎 這是Squad 我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一個campus tour 根本就不記得哪裡是哪裡 四年了吧 然後這裡就是Honors Honors Program 那裡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放你的resume上面 你轉學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容易一點啊 但是你就是要去修所謂的Honors class 我自己是沒有參加過Honors Program 你覺得值得嗎 值得啊 非常值得 好 我來看一下 好 沒事 我沒有認識任何一個老師 這邊呢就是我之前花了非常多個小時在這邊研讀 我覺得史上最困難的科目就是數學的地方 然後也是econ 那邊measure 嘘 老實說我選econ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不用寫那個paper 就不用寫essay 結果呢 結果發現還是要 然後這邊呢是一個planetarian 也就是學天文學的地方 我之前其實有修過一堂天文學的課 然後我必須說其實還挺好玩 然後因為天文學其實是你在這邊要轉學 就是你要fulfill一個叫做igaxe的東西 然後天文學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上天文學的課 而且裡面很容易睡著 很好睡 真的很好睡 這邊呢是deenza的實驗室 就是如果你是理科生的話 可能會花很多時間在這裡 然後我偷偷給大家snippee一下 在這裡 file 星星來最開心的deenza回憶是什麼 我最開心應該是做學生會的時候 因為做學生會其實你就要經過什麼校內的選舉啊 什麼有什麼的 所以就是你要準備那整個過程 然後做flyer去做campaign 然後去每個班級上面做演講 什麼等等之類的 然後就一整年你都是每個禮拜要固定去開會 然後去想說怎麼可以讓這個學校變得一個更好的地方 就像我之前有在影片裡面講過 其實做課外活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可以多參加像校內的活動或是club 像是剛剛那個honors program也好 或是像我做學生會也好 或是其他的社團 我跟你說你的大學生活才會多彩多姿 真的很 只要有機會就不要怕 Faye剛剛會講那樣其實是因為Faye是 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人 所以他很清楚就是剛來這邊啊 然後語言不同啊 你要怎麼去適應整個環境 有一個在美國學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It's what you made of it 他不是說人家會就是捧著那個東西 然後給到你說這個是你的college experience 不會 我們現在是就是掏心掏肺 掏心掏肺啊 這邊就是我們的PE building 然後裡面很多的 籃球場 運動場 小型體育館 游泳池 有游泳池在後面 大家可以猜猜我以前在點展的時候上什麼體育課呢 羽毛球嗎 Stretching 這邊呢就是我們所謂的語言學習區 但是因為他長的其實都差不多 我覺得雖然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就跳過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說這一塊就是L塊這樣 在我身後的呢 他叫做Flim Center 那就是過去蘋果他每次有新品發表會的時候就會在這邊舉行 但是現在因為安全的考量 以及拯救的費用太高了 所以他快要被拆掉了 為什麼Apple的新品發表會都會在這邊舉行呢 是因為其實Dianza就會在Cupertino 也就是蘋果大本營 這個City基本上就是等於Apple啦 我覺得 基本上是畫上等號的 你再晚一點來他就不見了唷 然後我現在呢外面就是我們的停車場 其實Dianza的停車場呢有很多格 欸你可以走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就可以買停車證 那如果你是訪客的話 好像就是買這種單次單次的停車票 有30分鐘停車的格 然後也有就是單次一次是3塊錢 可以停一整天喔 其實不算貴在這邊 就超便宜 像Sanford或是再來是Cetose之類的 他們都是那種2塊75 或是1塊75一個小時嗎 對 我們現在差不多完成了我們今天的campus tour 然後 不專業campus tour 喔不專業campus tour 不好意思喔 我呢自從畢業之後大概只回來過一次 然後距離我上次回來大概也是兩年多 就像我剛開始也會做一些影片 就是關於社區大學跟一般大學的就是差別 那我覺得社區大學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跳板 我可以讓你就是重新先打好你的foundation的一個地方 一般人進來社區大學之後轉major四次 兩年後我再聽到轉major是八次 這麼多啊 對 我們剛剛討論到一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如果來這邊的話就是多去research說 欸你的雷達中間有什麼 不是說只是都跟你很熟悉的人在一起 Literally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國際學生的話 你都已經花這麼多錢來美國了 為什麼不出去多認識一點人 你好不容易在一個這麼多元的地方 為什麼要把自己就是 stock在一個太熟悉的圈圈裡面 我覺得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啦 沒有說不好但是真的很可惜 沒有說不好 如果too comfortable你就不會想出去改變 那你轉學出去你其實會有適應上的困難 我那個時候一進來DNZ 我就是故意不太跟講中文的人相處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跟台灣人其實也不熟 剛開始 我有感覺到 第一我那時候還在練習我的語言 然後第二是我覺得機會太難得了 我想要就是多explore一點這樣 像我我到最後其實最好的那一塊 朋友就是香港人 或者是就是台灣人 可能還是會回到說 OK我最熟悉的最舒服的 可能個性合得來的朋友 對我也有朋友就是他到最後 其實基本上就是跟外國人玩得更好 那我覺得那個也很棒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回到母校 來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campus tour 然後呢也從我們的經驗給大家 做一點小小的suggestion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標 如果有任何想要交流 都可以在下面的comment section 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然後再去瞭解裡面的含義 然後翻 如果你有來看我影片 表示你可能對 裡面呢 我呢自從就是離開 很刻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